今天咱们来给粉丝挑选一只猜犬 双血统的猜犬 一起来看一看 还是他家 这个最出名的犬色 大财主家 这个是两个多月的小财 相当漂亮 还有两个铁包金色 等一下给大家订阅一下铁包金 咱们来先看一看这几个小的 有白色的和这个赤柴 我先把准备好的手套 我准备好的手套 带上 给大家看一下 超级小包子脸 白色的 我觉得这个 现在市场对白色的猜犬 不是特别的感兴趣 咱也不知道为啥 这个白色的小波 买白色的饼熊 大家都喜欢 为啥白色的猜犬 大家喜欢的比较少 现在市面流通了 白色的价格是最低的 我感觉它是最合适的 因为第一它是成种的 体型骨架和这些都是一样的 其次就是这个赤色 赤柴 看一下 这小胖子 你看这小脸 嘟嘟当当的 鼻子上有黑色 但是黑色越重 后期反的脸就越干净 看它的小金纤维 卷了没有 看 现在你这样才还没卷 害怕 胆小 这俩胆子太小 都吓尿了 我的天哪 这小 都吓尿了 你看这脸 没嘟嘟的 呦呦呦呦 刚说它胆小的又戴起来了 你看 这种颜色可以啊 这种是基本上常见的色色 因为开毛的原因 它有点发黑 脸上看到没有 脸上有点黑鼻子上面的一块 但是等它长一长以后啊 全都会变成白色 像刚刚我身后啊 那几只就稍微大一点 刚刚老板 老板又去那个抱 抱抱抱抱来了 站在我后面 把我吓一跳了 你看这几家伙 你这个 这个这个什么猫那么糙呢 这个长毛的 长毛的 长毛的菜 这有点番主 是吧 番主 就是一般人 有人特别喜欢 有人就感觉 它有点四格 其实我觉得也无所谓 喜欢就是喜欢的 你看像这个 这只就蛮漂亮的啊 刺色的 像那种小啊 大大之后啊 脸上退脸色 然后就变成这样了 这家伙好活泼呀 老板你抱抱这个 这个铁包巾的 给大家看看 看一下铁包巾的 这种铁包巾色 颜色最为稀少 你看他的这个威灵 他的脖子 这里叫威灵 中间这个叫蝴蝶结 这两个点 叫蝴蝶结 这个叫胸花 这三样东西 占七 这个狗 就是相当牛的 像这一条 你抱这一条 这一条里面 看一看 像这一条 像这一条 他就只有威灵 看到没有 只有这个威灵和胸化 蝴蝶结就特别的浅 基本上看不到 像刚刚那一个 是三样东西 这个三样子占了两样 所以说这个 他的价值就不如这一种 这是论专业的来讲 如果说就是自己养的玩 其实无所谓 足够了 像你看再看看这个 他的这个蝴蝶结 这两个蝴蝶结 明显和刚刚不一样 是不是 专业打比赛的 这些都是专业打比赛的狗 但是像这一种 赛场连入门都入不了 像他呢 有可能还有机会 进去更高的一层 去比赛一下 赤色的就没拿奖了 他这脸 现在属于尴尬器 脸看着有点小 但是长大以后啊 到八个月左右 免疫发塞 然后这个大包子脸就出来了 咱们今天就是把这一条 给粉丝带走的啊 给他订好的 当时订的时候也是这么小 也是这么小 让他可以 辛辛苦苦多养了一个月 打完两次一秒 然后咱们今天就把他接回家了 还想看什么小狗 接着评论区告诉我 哎呀 哎 喜欢我的视频 给个双击 给个收藏 哎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